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看今朝 想主臣服啊 付试代价是巨大的 一不留神啊 就从梦想之巅 跌到烂泥坑里 目前普京就面临这种风险 想当风流人物啊 如果没有习主席这样的本事 没有习主席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总设计师的高瞻原主 也很有可能啊 一不留神踩到泥里 我们看一下这两天千方百计 想当风流人物的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但是世事造化弄人 你越想出这个风头啊 越可能成为众矢之地 弄得灰头土脸 马克龙去中国啊 那可是风光无俩 受到的接待待遇 那比和他同行的范德兰恩 那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结果高兴还没过头呢 还没过两天呢 刚下飞机就遭到了各界的批评 为什么 他这次在中国有两个言论特别的奇葩 第一就是啊 他在中国的领土上企图分裂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战略联盟关系 尤其是军事同盟 另外啊 就是他认为台湾问题和欧洲啊 没关系 所以一旦台湾发生什么事情 潜台词就是 欧洲和法国都应该作弊上官 那这两个东西啊 说实话 敏感问题啊 不是不可以谈 但你要看什么时候怎么谈 马克龙具体怎么说的呢 他说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的附庸 啊 不应该take a curse 就是说不应该美国说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更不应该在台海冲突上选边站 那你发表这参与言论的时候 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那就是俄乌战争已经打到了一个最惨烈啊 代价最高昂的时刻 打了一年多了 现在双方在梅尔克特展开了激战 久攻不下 双方都死伤惨重 那这种情况下啊 你过来拆台说 美欧关系啊 不应该这么紧密啊 欧洲更不应该沦为美国的附庸 那如果观众朋友您想 如果您是美国的话 我们就会说 那乌克兰的事情你们找我干啥啊 那欧洲你们自己玩去吧 啊 目前俄乌战争里面 为乌克兰提供财务和军事援助最多的当然就是美国 我没有仔细查到目前为止的数字啊 整个2022年 我看到美国啊 200多亿将近300亿美金的援助 甩开第二名英国 英国只有44 50亿 是第二名的五六倍呢 所以没有美国 这乌克兰啊 早就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底下的一个州了 所以欧洲的安全没有美国 行吗 不行 北大西洋公元组织现在没了 行吗 不行 所以就在是不是要成为美国附庸的这个事情上 马克龙啊 可以说是踩了马蜂窝 更不用说这两天 因为蔡英文到美国来见 美国的中医院的议长麦卡锡 中方的演习啊 比以前又升格了 甚至首次演练了用舰载机 航空母舰 直接攻击台湾 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挑衅性的方式 台湾的危险啊 比以前更重了 但是也有媒体报道 台湾老百姓啊 不当回事 该跳舞跳舞 该跑马跑马 该上摄林夜市吃小吃吃小吃 那简直就是阴歌燕舞 高山流水 还是那个吊吊 为什么 因为大家相信 第一呢 中国不一定就能打敢打 再一个呢 还有美国老爸撑腰呢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 就是有美国 台湾啊 他就心里踏实 我们先不谈道德上的对错 更不谈啊 这些虚无缥缈的这些理念 从现实力上来讲 欧洲和美国都离不开美国的保护 那在这种情况下 马克龙说这些 说实话 那真是有点不招编辑 有点不识实误的这么一个镜头 当然这次他去中国啊 拿了很多打单 空客啊 什么的 他带了个50人的代表团 签了很多打单 挣了不少钱 但是你说这些话啊 回去以后后患无穷 比如说 台湾的国交部长吴兆燮就对CNN昨天说了 说我们已经正式要求法国政府做出澄清 你们说的不选边站 你到底要干什么 意思是什么 同时吴兆燮比较有外交手腕 他说法国政府其实一直对台湾都比较支持 尤其是你看参议院和国民议会 马上就要派人来访问台湾了 他们也问我们 台湾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援助 这事我们还正在处理之中嘛 你看总统竟然说不选边站 好像说台湾问题啊 爱咋办咋办 那你到底啥意思啊 给个说法 那么马克龙啊 还没来得及呢 那么他的一些言论啊 引起这些愤怒会逐渐的发酵 你比如说 最简单的就是中东欧 尤其是东欧跟俄罗斯有边境线的这些国家 像捷克呀 波兰呀 甚至是新刚刚加入 屁股还没坐稳的 这个芬兰还有马上就要加入北约的瑞典啊 他们听到法国这些话 肯定会心里暗骂 这孙子一看就是个白眼狼 一看就是个小白脸 漂亮话说尽 你这么说 那我们怎么办啊 说实话 像波兰当年在二战的时候 或者说整个近代史以来 那和俄罗斯的仇恨超过了任何外部矛盾啊 我在我的节目里也读次讲过 当年 希特勒扬言要把华沙炸到没有一块竖起来的砖头 后来确实也是这么干的 整个华沙被炸的是片瓦不留啊 哎 当时华沙起义军和当年的苏联红军约好了 另外和他们在里面起义啊 苏联红军啊 在外部世界外面进行配合啊 坦克都已经开到端了 准备 另外和推翻德国的统治 结果好吗 华沙起义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苏联红军啊 不动了 没有按约好的给予选择 结果导致 希特勒把华沙起义军啊 以及他们的家人啊 给全部屠杀掉了 整个华沙啊 那真的是凄惨无比 就算是二战胜利以后 斯大林还策划了卡廷森林惨案 好像是三万名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波兰军队中一定年龄以上的 青少年青壮年的军官 全部被斯大林活埋了 因为斯大林不想让波兰啊 培养起自己的 有自己民族主义的 有自己军事指挥和作战水平的 这么一个独立的波兰军队 他们就栽赃陷害 说是德国人干的 到后来 哎呀 就共产党倒台以后 解密材料发现就是斯大林干的 俄罗斯也没有否认这是斯大林干的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例子 所以啊 波兰也好 捷克也好 那都对俄罗斯真的是戒甚恐惧 而且这种戒甚恐惧啊 不是空穴来风 是真的 你看这不就动手打了吗 这不就是俄罗斯动手侵略了乌克兰吗 所以这种情况下 说实话 本来大西洋两岸的关系 已经出现了一些漏洞 欧洲是不是要自己独立的 外交 经济 甚至是军事政策以及相关的机制呢 这种声音和呼声是很高的 有 甚至出现了一定的混乱 特别是在这个川普期间打这个贸易战 川普对自己的欧洲盟友动起手来 也不手软 一会儿制裁那个 一会儿制裁这个 一会儿就要加关税 欧洲人啊 很不高兴 但是 凡是你就看机缘巧合啊 就看风云际会 你看来了个大人物叫普京 他打这个乌克兰就导致了跨大西洋两岸的这个团结啊 空前的提高 本来没这么团结 现在突然团结起来了 而且啊 重新演练了一把 那就是共同面对外敌 而且是个强敌的时候 欧洲和美国怎么联手 目前这个联手是成功的 遏制住了俄罗斯的攻势 而且啊 在今年我估计啊 俄罗斯大幅度溃败的可能 是很 是非常大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和欧洲更需要对方了 而不是更不需要对方 这种情况下 你说啊 法国总统马克龙出来露这个歉 聊这个调 很显然得不到大家的尊重 而且在自己的后院啊 不光是法国的议会议员批评他 欧洲议会 有个叫对中关系代表团的团长 叫包瑞翰9号也发推特批评 说马克龙的立场 让他完全丧失了 作为一个欧洲领导人的身份 相反你看 人家冯德莱恩表现的就不错 所以啊 不管是在法国 还是在欧盟内部 将来啊 这个马克龙的日子 都不会特别好过 当然批评完这个马克龙以后 我们也得说说事情的另一面 这个世界大事是复杂的很 其中的变量很多 决定性因素也很多 片面的说马克龙啊 要挖美国的墙角啊 要破坏欧洲和美国的 这样一个战略同盟关系 说实话也不客观啊 对马克龙啊 也稍微有点不公平 为什么 我们先看看这个世界局势啊 如果只有美国和中国争霸啊 大家必须选边战 你要么支持美国 要么支持中国 对很多人来讲 那确实是个很艰难的选择啊 马克龙 那法国跟中国的贸易关系啊 这么强啊 在疫情以后 中国的经济在缓慢复苏 将来在未来10到15年以内 恐怕还是外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市场和经贸投资方面的合作伙伴 他不能彻底放弃啊 这一点上啊 新加坡总理林响龙也说的很清楚 那就是我们不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战 那不想选边战 但实际上如果这个赛场上只有两个拳击手 你不选不行啊 实际上当今社会 当今世界局势 这样一个极端化的特点 如果有第三方力量出现 是个好事 让大家有个选择 有个缓冲 欧洲啊就应该担当这种角色 所以这种说法本身啊 是符合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的利益的 那更简单不用说法国新加坡这种发达国家了 你说非洲啊 非洲 还有这么多穷国啊 普通老百姓的平均生活水平 还低于联合国的平均水平低这么多啊 经济发展水平也很差 政治啊 公共治理一塌糊涂啊 连干净的水很多地方都喝不上啊 那这种情况下 你说 中国来的钱 是不是有助于这些国家 改善民生 发展经济 那肯定是有的啊 怎么会没有呢 肯定有一些公共工程肯定是有的 但你说中方有没有自己的利益啊 甚至有没有一些明确的政治目的在后面挂钩 那可能也有啊 那这种情况下 那总比非洲 亮的那儿 没人管 老百姓自生自面啊 军阀 土匪之间啊 战山为王互相打来打去 像过去一样成为 人间的一个地狱更好吧 哎 所以你看 有时候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批评啊 他确实不够客观啊 那就是说 非洲你说我到非洲来 啊 投资 有政治目的 想搞债务陷阱是吧 那你来啊 那非洲人民需不需要钱 需要 需不需要修铁路 需要 需不需要修管口 需要 那你不来 我来了 你还讽刺我 那怎么办 哎 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很多讽刺挖苦啊 啊 确实也是 站不住脚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马克龙呼吁这个东西本身啊 是有他一定的意义的 对吧 另外啊 时间有限 我们再看一下 美国在进行全球这些政治的时候 当然 真金白银 他出国啊 包括现在的俄乌战争 说出钱 说出人 那 美国都没问题 另外 南太平洋啊 这个安全 自由航行 这都是美国提出来的 美国也基本做到了啊 没有美国的这个啊 军舰保护啊 海上贸易啊 很难进行啊 那这种情况下 美国啊 也滋长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啊 飞扬跋扈啊 另外 想整起对手来 甚至整起自己的盟友来 也不手软 而且手段很下作啊 我们就看看这几年和法国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就会理解 为什么马克龙千方百计 要拆美国的台 如果能把美国拉下马 他当世界老大 那更好 这里面的事情有很多 我只举三个例子 举第一个啊 就是广大持官群众 特别喜欢听的 就是和性侵之类的有关 谁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卡恩 他是法国人 这个兄弟啊 在很多事情上 和美国不太对付 没有完全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 结果 在十年前 十多年前 2011年 卡恩在纽约出差 出差完了 去机场 在飞机上给揪了下来 说有人举报你强奸他了 他住的酒店 一个女服务员 几内亚来的 一个女服务员 说卡恩啊 履次性侵他 身上还有伤 这种情况下 IPI竟然也不顾及人家 是尊贵的法国人 也不顾及啊 人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席 还在众目可行之下 给他靠上了手铐 给他带回来了 带回来以后 三审 无审 审来审去 性侵指控被撤销 为什么 因为发现这个女生啊 不太靠谱 那这个女生啊 从几内亚移民来的时候 就号称她在国内 她是难民吗 她说她受到了很多人的性情 最后证明啊 都是子无需有 都是编的 移民身份就是靠编造 才编出来的 所以她的证词啊 被控方 被这个辩方 卡恩的律师 给博了一个体无完复 不可信 另外她身上的伤啊 也不是卡恩和他发生关系的时候 那个时间造成的 而是后来造成的 当然他有没有发生关系 根据DNA的检测 他俩有 所以这个卡恩 这法官的口味啊 有时候也是说不准啊 最后结果是 检方说自己承认说 哎呀 证据不足 我们撤 撤案 卡恩啊 这事已经出了 天天头版头条 最后卡恩也只好辞去了 国际货币基金主席 基金主席的这样 总裁的这样一个职务啊 这事就完了 你看这是怎么法国的高级领导人啊 对不对 法国级的 那这事如果放在东方 怎么可能呢啊 就算是啊 这个女生想控告啊 国安啊 据委会都会第一时间出面啊 酒店的管理人员都把相关证据啊 给他处理好 当天的摄像头肯定就坏了啊 怎么可能不坏呢啊 最后跟卡恩私下的勾兑啊 那个那个贷款问题啊 你再协调一下 这边的事情你就放心啊 朋友嘛 我们肯定给你搞定 那这个事情 所以美国处理的比较生硬啊 比较生硬 那另外一个啊 就是那个 阿尔斯通案 怎么回事呢 2013年 法国的大电力公司 世界级的 阿尔斯通啊 他的一个高管 叫皮耶鲁齐 也是在美国机场 被阿尔斯通案给逮捕了 并且被起诉入狱 美国司法部 告诉人家什么呢 说皮耶鲁 皮耶鲁齐啊 叫涉嫌 商业贿赂 对 阿尔斯通 除以7.72 7.72亿美元的罚款 然后啊 阿尔斯通和这个皮耶鲁齐 被整了个七分八素 结果就是 阿尔斯通的电力业务 最终被行业内的 主要竞争对手 美国的机翼 通用电器公司收购 皮耶鲁齐啊 2019年出了一本书 叫美国陷阱 这本书出版以后 世界各地的穷苦大众 还有那种假富豪 都欣喜若狂 千万沙记者 第一时间采访了 这个皮耶鲁齐 为啥 报美国的黑料吗 讲美国是怎么整自己的 怎么整自己的盟友的 那就是 美国司法机构 和商业机构 互相勾连 非法勾连 就是为了让 机翼电器 机翼能够顺利的 用低价收购20通 他们就开始整人 你看这不和 我们熟悉的 中国的中纪委 我们听说的 为了整明天系 抓了乔建华 为了整 上海的 为了整复兴科技 为了整复兴集团 抓了郭广昌 对吧 为了整安邦 抓了吴小辉 为了整华兴资本 这样的大公司 抓了包帆 听起来特别耳熟 所以大家都觉得 美国就是个虚伪二字 那么这位就透露了 他们当年 他为什么被抓进去 在里面 这个 呆着很多年 而且这个案子 特别的有典型意义 为什么 大家想想 一个法国公司 他好像是在印尼做生意 美国说他 贿赂了印尼当地的 这个公司和个人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和美国有什么关系 你凭啥抓一个法国人 和印尼做生意的事情 法国公司 那就是叫他把海外的反腐败法 当成了域外法 就是在海外可以执行 而且甭管哪个世界的公司 别说法国了 你就算什么吃到几内亚的公司 你只要用美元交易 或者公司使用了 服务在美国的邮件系统 你用了美国的email了 你都受美国的司法管辖 你看这美国的司法 长臂管辖多厉害 就用这个理由 竟然把法国大公司的保管给抓了 那这种情况就导致了 二十通 转过头来和美国司法部全面合作 就是在这个皮耶利奇被抓以后 马上就开始谈判 把自己公司卖给了通用电器 因为他们不卖的话 他就知道 他公司所有的高管都面临着 一旦来美国出差 马上就被逮捕 被判刑的这样一种可能 当然这里面我们也要为美国说一句 就是从公平起见 因为啥 在美国 这位皮耶路奇 最终在美国的法院 他认罪了 这方面的信息 我们见到的不多 说白了 我们也可以抬个杠 你要说美国这么坏 那你别认罪 你认了干啥 所以这些东西 扑朔迷离 当然最新的就更过分了 虽然美国太过分了 那就是本来澳大利亚 准备在法国订购 潜艇 合同金额高达699亿美金 这可是比大合同 但是澳大利亚 埋怨 法国合同交货缓慢 因为法国人干活 早上10点半开始 12点开始吃午餐 吃完以后聊天喝咖啡 下午两三点钟我下班了 我估计造潜艇也是这么造 澳大利亚说你这个太慢了 中国在印太地区胡适当当 打起来是分分钟的事 我赶紧 我得要这12艘潜艇 法国就是不给他 太慢 那结果澳大利亚转头 就撕毁了合同 向美国来购买这些潜艇 把这个马克龙给气的 据说澳大利亚当时 这个莫里森想给马克龙打个电话 解释一下 马克龙都拒绝接听他的电话 当然澳大利亚不到万不得已 也不会撕毁合同 因为就为了这个事 他们赔偿了 高达4亿美元的这个损失 4亿澳元 4亿澳元 澳洲大利亚人 宁愿交这4亿澳元 也要撕毁跟法国人的合同 可见澳洲人对法国人 失望到了什么程度 总而言之 通过我刚才讲的三件事情 卡恩被捕 阿尔斯通 高管被捕被判刑 潜艇事件 都让法国觉得 美国人太欺负人了 不把法国当跟踪 这种情况下 一旦世界上有别的选择的时候 法国当然希望有别的选项 这一次他们就发现这个选项 可能是中国 于是就演了这一出 后面会怎么发展 不乐观 我认为 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联盟 建立在实际的利益 包括经济 包括安全的利益的基础上 这一点经过俄乌战争 是加强了 而不是缺弱了 那后面的事情怎么发展 我们也会随时关注最新的进展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谢谢您 欢迎您该节目点赞 打赏 更欢迎您留言 谢谢 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